各位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上一节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bootstrap的山格系统 那这一节我们主要学习山格系统如何来使用 那首先我们看布局容器 好我们还是再写一个例子 把我们这个index.html复制一下 Ctrl C 这个名字呢我们改成demo02 移动设备优先加入title引入bootstrap的css文件 那交流split插架呢现在没有用 我把它删掉了也可以 好给个DIV 那bootstrap这个css文件中帮我们定义了一个样式 叫什么呢container container 我们看container做了什么事情 container 开container帮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好 运行一下 运行 刚运行是看不出来什么效果的 只是帮你聚中了 我这样来做 我加一个style 给一个背景 好 再运行一下 注意看 他帮我们首先把这个DIV是聚中的两边留了两个空白 当老浏览器变小的时候 浏览器变小 它就基本上全屏了 注意看 再大 再小一点 再小一点 好 也就是bootstrap帮我们定义一个container这样的一个样式 container就作为我们 你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网页的一个容器 那这个container是怎么定义的呢 我们看这张图 看这一张图 我们bootstrap呢 把我们屏幕封了 分别率封了四种 四种屏幕 叫超小屏 也当我们的这个分别率小于768的时候 container定义的是什么呢 最大宽度 是now 是自动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是我把这个屏幕小 小于768的时候 再小点 小于768 它基本上是占满你的屏幕 占满你的屏幕 注意 它是占满你的屏幕 那我们再看 当在大于768 这是小于768 这是大于等于768 大于等于768到992这个像素的时候 它设的是750像素 它container设置的DIV的宽度是750像素 当大于992像素 小于1200像素的时候 它设的是970像素 然后呢 大于1200的时候 它设的是1170像素 所以说系统bootstrap会自动识别 你的浏览器的这个分别率 来帮你设置这个DIV的宽度是多少 这是container帮我们做了这个事情 那container呢 有两个 两个值 还有一个我们叫 class等于containerflowid 那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叫containerflowid 那container的flowid叫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这个containerflowid 它会占满我们的全屏 就是用了百分之百 刷新一下 没保存吗 好保存一下啊 保存一下 然后再刷新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注意看 他们底下这个container的flowid 它是占满全屏的 不管在哪种分别率下 它都占满全屏 注意看 都占满全屏 那这个container呢 它根据不同的分别率 设了这个DIV的宽度 并且居中 那这个代码呢 我们在 CSS里边也可以看到 找到我们的CSS代码 没有压缩的这个CSS container container 回车 这container这样帮你设的 这用了媒体查询 是768相素的时候 mini就是 小于768的时候 说错了 mini是最小是768 是大于768的时候 设的是750像素 这个呢 我们在图上给大家已经看过了 好 这是我们的container 就是这个容器布局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列组合 好 再新建一个文件 Ctrl-C Ctrl-V 这个我们叫Demo03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列组合 这个呢 给Demo03 首先呢 我们给个DIV 一般我们还是用这个container 比较多 ClassContainer 我们用这个三格系统的时候 首先要放到container里边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什么呢 行 ClassRow 然后在行里边定义 这个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Class 比如说MD MD4吧 三个吧 Ctrl 这个是靠MD4 就三格系统会自动把我们这个container 会自动把我们container这个宽度拆分成等比的12分 那我们定义 靠MD4 那就是在中等分别率底下 它占12分的4分 占12等分的这个4分 好 我们运行一下这个效果 没保存 好 顺便我这给把CSS的样式射出来 好 那么这定义一个DIV加个BORDER EPX 实现 好 明明一下 这样的话在中等分别率底下 它们是平分的 每一个每一列占的什么呢 12分的这个4根 就是其实是三格系统是把这个container的这个DIV给你平分成12分 我们可以指定这一个列 这一个列跨了几列 那这地方我们就是跨了4列 占了4格的位置 这个呢我们叫列的组合 叫列的组合 但我们也可以指定其他的 比如说 这还有个特性 注意看一下 classRow 那比如说我这定义一个小分辨率 DIV class class 小分辨率的话就是SX XS 它占上 6格 它占6格 CO XS 好 我们再运行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我们定义的这个呢 注意看 看我们刚才这张图 我运用的是XS表示超小分辨率 SM是小分辨率 MD是中分辨率 LG是大分辨率 我现在定义的是XS 表示我在 超小分辨率底下 它是1比1的 它占12格的6格 它占12格的6格 但是在大分辨率底下呢 会自动接融小分辨率底下的这个设置 你看 比如我设的很小 你看 在很小分辨率底下 它占6格 它也占6格 你放大到很大的分辨率 就从小到大是相互接融的 你分辨率大于这个小分辨率了 它还是 还是6比6 那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现在不用XS了 我用一个 MD 注意看 我用MD MD呢是中等分辨率 中等分辨率 我们刷新一下 只有在中等分辨率的情况下 才是1比1的 那如果我挖这个屏幕再小一点 那小分辨率就不行了 所以的话 从小到大会自动适应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句话 XS和XS 你设了小的分辨率上的这个比例 那大分辨率的时候自然适应 小分辨率的这个比例 这是我们的列组合 那接下来我们看列偏移 列偏移呢 我再复制一个Ctrl-C Ctrl-V 这呢我们用MD MD吧 比如说这个叫MD3 这个叫MD2 MD2 一个占三格 一个占两格 三格 两格 好 先看一下效果 看第三行 第三行呢 它占了三格 它占了两格 我们可以让这三格在左边控任何几格都可以 那么用Ctrl-MD Offset 想控两格 想控三格的话就给个3 那在第二个单 第二列里边我们给个Ctrl-MD Offset 再控一个两格 好 现在我们用心看一下效果 这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设定这一列 左边控几个12等分的几格 那这地方我控了三格 那这地方我控了三格 一二三三格 那这个呢在左边控了几格呢 两格 这是我们的列 偏移 我们用Ctrl-MD 或者XSSM RG Offset 几 这就是在当前这个列的左边 控偏移几格 偏移12等分的几格 这是我们的列偏移 那么接下来再看一个列签套 DIV 这地方给个class Raw 给上两列 DIV Class 靠 MD 沾上8吧 沾上5也行 8吧 这边呢给4 要是这一行呢 注意这一行 我有两列 第一列沾8格 第二列沾4格 这给个8 这给个4 先看一下效果 沾8格 这个沾4格 那么可以在这个列里边 再欠套入一个行 再切入一个行 DIV class Raw DIV class 靠MD MD6吧 1比1吧 我给了 6 两列 1比1 好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好 注意看 我做了一行两列 第一行 第一列沾了8格格 那在第一列里边又插入了一个行 那这行里边设的是6 沾6格 沾6格 那相当于把12等分的8等分 再拆分成12等分 那这个6 那这个6 这个6 意思是把这个8格当成12等分来用 这是我们的这个 列的签套 列里边我们也可以签套什么的行 接下来我们再看列的排序 再看列的排序 那我们再给一行 Ctrl C Ctrl V 这个我把这个删掉 看列的排序 什么意思 最后一行呢 是这样的 他占三格 他占什么呢 两格 运行看一下效果 他占三格 他占两格 那我们可以在给三上设一个Ctrl.md.push push是推 push是向右推多少格呢 向右推上五格 我们看会变成什么样子 本来Ctrl三在这个位置来着 在这个位置 向后推了五格 五格 这推了三格 再加两格 推到这个位置 那么再指定一个第二列 第二列呢 我们可以用Ctrl Md Pull push向左拉几格 向左拉上两格吧 好 再运行看一下效果 好 刷新 那这个呢 向左拉了两格 这边向右 推了几格 好 大家说就是push 哎呀 这个不太好用 稍等一下 好 算了 注意啊 假如这儿有一个 假如这儿有个列 它的push 这叫push 就是向右 向右推几格 当然可以推N格 那这儿有一个列 我们调用它的push pull pull n格 就是向左 向左拉几列 这我们叫列的这个排序 主要用这两个属性 pull 当然这个地方我这儿用的md 你也可以用 xs呀 lg呀 sm都可以用 就是这张图上出现的这几个值都可以使用 xs sm md lg都可以使用 指的是指的是在不同分别率底下的什么呢 这个用途 好 这是我们的列的排序 接下来我们看跨设备的定义组合 好 再来一个 h2吧 给上 div class ru div class cord md md呢 我们给个8 给个8吧 8比4吧 ctrl c 8比4 这是8 这是4 我们给个8比4 这在中等分别率下 8比4 那么在小分别率底下的话 cord xs 6 cord xs 6 嗯 再来一个 cord sm 3 cord sm 这我随便给的 3 6 好运行 看一下这个系统 看一下最后最后这个啊 这是在中等分别率之上 中等分别率大分别率上 那就是8比4的 那如果把这个往小 往小放注意 往小放在小分别率底下 在超小分别率下 在超小分别率下 那就是6比6 一半比一半 那在小分别率再大稍微大一点 这地方呢就是3比9了 3比9 比如说我们可以指定四种显示器 四种分别率底下的它这个什么呢 比例模式 比例列的模式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 呃 Title设为Demo04 这地方我们给个DIV 首先用三格系统一定要放到container里边 container里边呢 我们放行 行里边我们放列 class XS 设个6 超小分别率下6 那靠SM SM底下占三格 小分别率下占6格 好吧 这个值呢给它复制到DIV里边 OK 好我们加上四个值看一下 234 首先我们看一下理想状态 理想状态就是超小分别率底下 它占6 它占6 那它占6 它占6 这两个就占满12格了 所以它俩占一行 它是一行 那在SM的分别率底下 那它俩占一行 它俩占 它俩占6格嘛 它俩占6格 一行就排完了 所以在SM的分别率底下 排一行 在XS的分别率下 排两行 好把它小一点 超小分别率 超小分别率占了我们的两行 因为第一个列你只能占6格 第二列占6格 这就把12格占满了 所以剩下的只能排到底下来 因为它们的排列是flow left 排列的 所以只能挤到底下来 在SM的分别率底下 或者SM更高的分别率 它就排成一行了 这是零响状态 那我在这给它设一个背景 style type e px 好命运行看下效果 没保存 DIV 没错了 DIV 不是DIR 好 双心一下 注意理想状态下的话 就是 只要大于SM的分别率 只要大于SM的分别率 每一列都是占3个格 那一行可以排完 在超小分别率底下 它就变成4个格 那我现在做一点 在第一格里边 我这加一个BR 随便给点吃 因为他们用的是flow left的排列 所以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第一列 第一列占两行 第一列 第一列因为我内容比较多 是两行 好 在小分别理底下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单元格 这是第二个单元格 我这标给123吧 这个是 这个是第一个单元格 这是第二个单元格 第三列 第四列 看它的排版 如果大家能懂 flow left 这种排版模式 大家就能明白 好 最小话 注意看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因为第一列的 站在两行的位置 第一列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当第三列在flow left的时候 没有从左开始 没有从左开始拍 而是在 因为它的高度 能满足了碳量 所以从这地方拍的 那我们怎么把第三列 排到第一列的底下呢 我们就要 在第三列之前 加什么呢 清除浮动 那清除浮动 我们这样加 在第三列之前 加个DIV DIV里边 我们给一个cleanerfix cleanerfix 我们只在小设备上写 是 所以visible 超小分辨率 底下写是 XS 只在超小设备上写是 其他不写是 好 那么运行一下 注意看 在超小分辨率 底下 第一格排完以后排第二个 第二个完了以后 中间有一个DIV 清除了浮动 清除了浮动 那这个DIV呢 就回归了他 原始的排版方式 DIV的方式 就是他要占一行 那系统呢 给他又设了flow left 然后呢 他俩排到一行去了 这是我们如何清除浮动 但你变大以后 到大分辨率底下 他还是排一行 所以这儿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就是清除浮动 就是cleanerboss 那个东西 cleanerflow left 那visibleXS 就是只在超小分辨率 底下 写是这个DIV 才清楚 在其他分辨率 底下不清楚 是这个意思 是我们的清除浮动 好 基本的呢 大家就掌握这么多 就够 那注意个细节就是 一个container 拆封成12小格 当你给的这个格数大于12的时候 就自动在排到下面来了 自动排到下面来了 这个要注意啊 然后如何禁止响应布局呢 要禁止响应布局 其实很简单 第一步 我们可以不要这个 不要移动社会优先 把这行删掉 那你不要用 你不要用boostrap的这个container 这个样式 你自己定一个container的样式 比如说你自己定一个ID 选择器 比如说我们叫 container 比如说叫yse 拜拜px marge 10 10 px out 好 这地方你就不用这东西了 直接用ID 这用 直接用ID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web模式 就传统的web模式 就没啥意义 这是 禁止响应设计的话 可以这样来做 但如果你的导航 你导航上 比如说我们第一节也试过 就是 在小分别率底下 导航是下拉菜单 在大分别率底下 导航就是一个一条可见的导航 那你要 静止响应的话 你得把导航的这个 折叠和展开这个行为里取掉 好 这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boostrap的三格系统 那大家怎么学习呢 找到这个中文文档 这地方有三格系统 这地方也有一些实力 注意 也有一些实力 照着把这些代码都执行一下 然后是留步局模式 把这些都执行一下 这里有很多模式 我都给大家讲过 但是你们自己再什么呢 执行一遍 要把这个三格系统从这 看到这个地方 把这个内容看完 这是这一节的什么呢 列席 好 三格系统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会发现 是这个地方